闹鬼的军事基地 下面请要分享的视频来自于一位美国大兵 视频是他在日本冲绳美军基地服役期间所拍摄的 众所周知 冲绳基地内部发生过许多起闹鬼事件 据传街头总是会出现古代骑马武士的幻影 基地内的监控摄像头 甚至真的拍到了飘来飘去的鬼魂 作为臭名昭著的住宿区 曾经频频发生离奇诡谨的人命案件 最后军方迫于各方面的压力 不得不将那边住宿区改造成为绿化空地 而下面这位美国大兵 同样在冲绳基地内经历了让他感到匪夷所思的事情 试试试试试点aryn I'm fucking when you woke me up Do it Do it pussy Do it Oh my fucking gosh bro Hey Hey chill the fuck out I'm tired of your shit Hey Cut that shit off Stop Duck 从这位士兵的言语中可以感受到他的愤怒 他应该是被这些灵动现象吵醒的 在画面内可以不断听到稀疏的躁动 随后在士兵的历声威胁下 对方竟然真的移动了避厨的门 许多学校或者军区都是在坟地的基础上建成的 一方面这些地皮比较便宜 另一方面 据穿年轻学生和军人的阳记非常旺盛 或许可以镇压住那些不干净的东西 不过冲绳基地内的鬼魂如此张狂 看来他们并没有被轻易地镇压住 鬼童 一对日本父母带着儿子去洗车 年幼的孩子对新奇的事情总是充满了好奇 所以父亲决定拍摄一段录像来记录儿子的画面 明显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兴奋而好奇的男孩正在左过右盼 父母则笑盈盈地看着孩子 不过你是否注意到了呢 某一时刻的画面中出现了一个让人毛骨悚然的身影 一个近乎于透明的孩子凭空坐在了男孩身旁 可是在下一秒的镜头中他又消失不见了 这个来无影去无踪的孩子与温馨的三口之家 或许存在着一定的渊源 要不然鬼魂为何莫名其妙地出现在他们的车内呢 沙漠上的UFO 在一片广袤的沙漠中央出现了一架醒目的物体 仔细观察可以发现它的模样并不简单 该物体呈现为圆形的飞碟状 隐隐约约还可以发现下方有许多人正在进入该物体的内部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在录像最后 一次飞碟的物体骤然间驶离了地面 远处的人类拍摄者见证了全城的画面 一位懂阿拉伯语的观众讲道 录像内的人一直在说 荣耀归于上帝 上帝是伟大的 可以见得拍摄者们的内心活动一定十分惊叹 有观点认为 这是外星母舰召唤族人回藏的画面 事实果真如此吗 通往地狱的电梯 电梯是生活中最为常见的机器之一 不过无论它出现的多么频繁 仍然有一部分人对其抱有着莫大的恐惧 因为电梯的空间密闭且狭小 甚至偶尔还会出现一些故障 关于电梯的恐怖故事 同样不胜美举 世界著名的兰可尔死亡事件 包括台湾前些年发生的电梯加层困人事件 都算成为我们的噩梦 接下来将要分享的影片 同样与电梯有着密不可分的关联 2015年11月17日 日本发生了一起事件 一个中年妇女在短短的四分钟内 从地球上消失不见了 在电梯内他留下来了在世上最后的画面 在电梯内他留下来 共用电梯的话 接下来 在电梯内他留下塔 最初的录像画面十分正常 一位身着蓝衣的中年妇女神态疲惫地走进了电梯之内 可是没过多久就发生了离奇的事情 电梯在五楼突然停了下来 门打开之后并没有任何人进入 来到三楼后发生了同样的事情 不过蓝衣女人没有过于在意这些状况 她依旧在电梯墙壁上休息着 电梯则继续向下行驶 彼时的她还不知道自己将会面临什么 更为诡异的事情出现了 在长达数十秒的时间里 电梯一直保持着向下行驶 正常来讲她早就该抵达一楼了 可是彼时的电梯却发生了可怕的状况 楼层的数字变得紊乱 同时画面也开始出现了切断时的故障 女人这时才慌乱起来 她翻出了自己的手机 然而电梯内显然没有任何的信号 女人神色慌张地望向电梯的监控摄像头 她的表情非常绝望 完全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可是没有任何人能够帮助到她 蜂蜜的房间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监控录像内的故障变得更加明显 同时电梯内出现了剧烈的摇晃 女人倒在了地面 最为可怕的事情出现了 几秒钟后电梯终于停了下来 不过外面却是一片漆黑 楼层的读树显示为一片空白 没有人知道电梯抵达了哪里 但女人已经走到了绝路 别无选择的她战战兢兢地走向了黑暗之中 电梯门很快就关上了 女人彻底断绝了与世间的唯一一律联系 这就是她留下的最后画面 电梯开始向上行驶 楼层读树又显示出来了 不过监控画面还没有恢复正常 在这一期间还发生了一个 让人猫骨悚然的事情 你是否注意到了呢 在电梯持续上升期间 门外曾出现一个阴森可薄的头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电梯持续上升了几分钟后 灯光突然关闭 楼层显示为一楼 电梯灯再度亮起 几秒钟后走进来了一对情侣 显然电梯已经恢复正常了 可是无人知晓 那一女人去向了哪儿 电梯通向的黑暗之处 是否是地狱般的存在 看过这段影片后 你是否也对电梯产生了些许的抗拒呢 森林精灵 当地时间2月25日 墨西哥总统洛佩斯 在自己的推特账号上 发布了一组照片 他对其中一张三天前拍摄的照片 进行了描述 洛佩斯总统写道 照片是由监督 玛雅铁路的工程师所拍摄的 他认为 照片中的生物看起来 像是玛雅神话中的森林精灵 他们被称之为阿鲁克斯 另一张照片则显示了一座古老的雕塑 以此同样是精灵的形象 这种森林精灵 是一种居住在森林和田野里的生物 他们非常淘气 喜欢捉弄人 第一张在夜间拍摄的照片中 的确显示了一只怪异的生物 该生物爬在一棵树上 它的头发比较长 一对脚侠明亮的眼睛 正盯着相机的方向 隐约约的能够分辨出它的四肢 洛佩斯总统一直对玛雅文明的 土著文化和信仰十分尊敬 他的这条推文一经发出 很快就引发了一些热议 这时有网友站出来指证 其实第一张照片至少有两年了 并不是最近才拍摄的 不过无论拍摄时间如何 这种森林精灵的确十分让人着迷 鬼乐园 一位韩国探灵频道主 于夜间前往了一座废弃的游乐园 这座游乐园建于山顶 周围是人际罕至的森林 原本它也曾吸引来了许多孩子的游玩 不过在一场逆亡事故发生后 游乐园就逐渐没落了 直到今天 它已经完全成为了人们避之不及的废墟 甚至有许多可怕的闹鬼故事流传开来 严谨地讲 这个地方更像是一个度假村 因为它占地面积非常大 各个区域的功能非常全面 在拼图主前往练歌厅的时候 今夜第一个诡异的事情发生了 大声音乐房 平台主怀揣着好奇 打开了练歌厅的门 一阵若有若无的歌声扑面而来 仔细听可以发现 那是一个女性在歌唱 可是练歌厅早已废弃多年 怎么会有人在唱歌呢 看来关于这座游乐场的闹鬼传闻 并不像是空穴来风 想到这里平台主不禁冷汗沉沉 不过他还是毅然决然地进入到了屋内 这座游乐场的歌声 练歌声 这座游乐场的歌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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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外面比较更加热 但我会不会有点像的歌声 这座游乐场的歌声 谁是吗? 正如频道主所讲 他进入屋内反而感觉 比外面还要寒冷 看来这个地方的确阴气逼人 走在练歌厅内部的时候 令人毛骨悚然的歌声 再度传进了频道主的耳朵里 彼时诡谀离奇的气氛 已经萦绕了整座游乐场 就在这时 频道主注意到一旁的桌子上 摆放着练歌厅的书本 好奇上一的他决定打开看一看 什么啊 平台主正在翻阅书册 可是被翻过去的几页 突然盖在了他的手上 密闭的室内并没有封 但这个情况却在平台主的眼前 真实的发生了 对连歌亭的抗拒逐渐逼近了顶峰 于是平台主决定到游乐园其他的区域看一看 几分钟后 他来到了一座巨大的海盗船附近 周围还有其他的设施 这些设施秀气斑斑的身体 无声地见证着这座游乐园的兴衰 只不过平台主还没来得及感叹 就被眼前出现的一幕惊呆了 星球球 一顾 另外有个任务 台湾 应该怎么样 двигаемся 这些人 这些人 它们 były 有没有 这些属于是 它们的属于是 有没有 有没有人在这边 有没有 有没有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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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来说谈一下 破败不堪的海盗船 竟然在频道主的眼前移动了起来 他那沉重的身体 在死记的黑夜中不断摆动 如此诡异的现象 让频道主完全傻眼 不过为了调查真相 他还是克服了恐惧 于是向着海盗船的上方前进 哦 这个动作吗 哦 这些都被毫无缩了 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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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皮特主来到了海盗船上进行调查 看到眼前的景象后 他更加坚定了这个东西根本无法移动的想法 整个海盗船经历了无数个日夜的风吹雨打 他的身体早已变得破败不堪 各个部分都已经被锈迹腐蚀 甚至皮特主用手去拍打座椅 都可以看到有铁锈掉落下来 随后一头雾水的他决定将摄像机安装在下面 看一看他是否会再次移动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果然这一次海盗船又摆动了起来 并且平台主的相机还拍摄到了更为惊悚的画面 在控制室内出现了一个轮廓分明的黑色身影 海盗船的摆动会是他的杰作吗 只不过这个身影的身份完全是一个谜团 温柔了 温柔的订阅 這個無所謂的確診 快快快 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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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操控室內仍然空無一人 無論如何 海洛船的擺動都是不可能實現的現實 這座詭異的遊樂園一定潛藏著許多不為人知的秘密 城市上空的閃光 一位美國人在密歇根州東南部的城市拍攝到了一個神秘的現象 事件發生在夜裡見證的人並不算多 拍攝者注意到密閉的雲層之後出現了閃爍的光亮 於是他舉起了自己的手機將這一幕拍攝了下來 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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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夜空中布满了厚实的云朵 可是这些云朵并没有遮挡住所有的线索 一场明亮的橘红色光芒正在不断闪烁 更让拍摄者瞠目结舌的是 在最后竟然出现了更为明亮的蓝光 在此之后天空重新恢复了平静 灯光也完全消失不见 最后呈现出的灯光像极了科幻电影中 某些飞行物在空中折越所表现的画面 这段录像引发了天马行空的探讨 有趣的是 几年前在美国纽约也有过类似的情况 可以看到城市的天空中出现了耀眼多么的蓝光 不过这一起事件见证的人非常之多 许多纽约市民纷纷走上街头 观望在夜晚仍然异常明亮的天际线 同时它还引发了许多市民的恐慌 最后官方站出来对该现象进行了解释 原来它是某座变电所的电气故障 所导致的情况 这种现象被称作为电弧闪光 然而以上所展示的画面 和前几天在密歇根州所发生的状况 存在着鲜明的差异 密歇根州城市上空出现的光芒 呈现为光怪陆离的颜色 与此同时它还在不断地闪烁 难道在人类沉睡的夜晚 真的有外星飞船来到了城市上空 它的目的会是监视人类吗 被天使救下的男孩 土耳其叙利亚所发生的地震已经过去了许久 但是如今它仍然牵动着全球人们的心 本期视频中我们先要关注一个温馨的救援事件 不过在温馨中同样夹杂了一些引人深思的东西 地震发生192个小时之后 一位五岁的男孩从餐员断壁中被救了出来 他的状态竟然出奇的好 获救后他说道 一个穿白色衣服的人会给我带来食物和水 然后就消失了 这句话令现场的人一坐接近 事件被发布到网上后 许多观点认为男孩得到了天使的帮助 毕竟在废墟之下很难有人可以行动 更不要提将食物和水送给他人了 也有人认为男孩出现了幻觉 只不过真相究竟是什么已经并不重要了 男孩将会带着白衣天使的信仰 继续努力地生活下去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